来看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闪电造访乌克兰二战区 晚间的最新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到盾内刺客探望前线乌军 双方尬场意味浓厚 至于在巴赫姆特一战 俄罗斯正规军上阵后 现在有夺回围城优势 俄军锁定目标后 夺命连环炮轰前方的乌克兰部队 乌军祥佐恐怕也来不及 一旦被俄罗斯的无人机发现 可能瞬间就变成炮灰 不止乌克兰士兵遭到突袭 在俄罗斯天天滥炸下 这个曾是乌冬的观光圣地 斯维亚托格尔斯克现在也变成一片废墟 至于巴赫姆特围城战 现在俄军又占了上风 在最新的军事势力分布图上 可以看到巴赫姆特几乎快被俄罗斯占领 死守的乌军又面临四面楚歌的困境 提俄罗斯冲锋陷阵的瓦格纳佣兵说 他们的进攻行动必须非常快速 因为随时都可能被乌克兰狙击手突袭 才刚说完没多久 不远处就传出爆炸声 乌军军军阵手真的从远处一一击杀俄军目标 在成功杀敌后 他们继续开心庆祝东正教复活节 对于乌军死守不放弃 俄罗斯官媒主持人透过广播 向乌军喊话 建议他们赶快投降回家吧 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无预警再度跑到前线 这次更直接前往乌克兰的二战区 在三名军官陪同下开车 普京造访的地方是赫尔松俄军在当地的军事总部 根据俄罗斯官媒报道 普京亲自坐镇召开军事指挥会议 听取地面伯和军团 还有空降部队的最新战情报告 俄国官媒特别将普京塑造成聆听者形象 要展现他重视第一线部队指挥官 对于战况的看法 不止如此 普京这趟突袭出访 还走访东部卢干斯克的国民警卫队总部 而就在前一天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出访巴西时 也展开外交工作 他说俄罗斯支持巴西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也感谢巴西出面调解乌尔战争 拉拢巴西意味浓厚 当然乌克兰没有打算在这个时候停火 而且已经在运量准备展开大反攻 不过当乌军筹备大反攻之际 乌克兰粮食再度陷入困境 波兰和匈牙利接连宣布 为了保护本土农业 禁止从乌克兰进口 股物和其他食品 斯洛发克随后也更进 市场分析师担忧 这会导致全球粮价再股飙升 欧盟预计将在本周协调出股物禁出口协议 因为如果不解决粮食出口问题 乌克兰的收入将大受冲击 甚至可能影响到乌军大反攻行动 所需要的军事花费 TVB新闻综合报道 而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 拥有的无人机优势 即将面临考验 中国大陆制造的大疆无人机 欧美国家大量购买 提供给乌克兰使用 而俄罗斯忍到现在 决定要从源头反制 详细用最爱资争记者张云席 乌东基站的巴赫姆特 为什么俄罗斯久攻不下 外界认为其实乌克兰是靠无人机建工 他们大量使用的是大陆大疆 也就是DJI生产的无人机 他们的无人机小队是两人一组 包括侦察监视 或者是把这个无人机武装 也可以来攻击敌人 事实上过去 它的飞行航程是比较远的 不过现在俄罗斯是靠着 电子站的技术来限缩 以前可以到15公里 现在只到500公尺左右了 因此无人机小队的队员们也认为说 接下来DJI的无人机 在乌尔战场上是慢慢开始迈向死亡的 要怎么做呢 就是要来寻求替代品 而这会是新一波的军备竞赛 事实上在乌尔战场上 乌克兰不是只靠DJI的无人机 也靠他们本土生产的 这个叫冠式的无人机 它的航程可以达到100公里 而它的造价是比较贵一点 达到台币152万 不过它的升级版可以是自杀式的无人机 传出乌克兰方面 这个冠式无人机 他们寻求要签架这么多 因此美方的专家认为说 虽然看起来技术是发生了变化了 但是对乌克兰可能是有利的 因为罗斯方面其实是相当害怕无人机的攻击 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卡拉姆扎 去年因为批评普京遭到关押 周一以叛国罪遭重判25年 40国的外交官齐聚法庭外抗议 另外俄军暴行今天又被踢爆一桩 那么已经脱离瓦格纳的一名佣兵宣称 他们的确在前线有对孩童射杀 行走在残破的巴赫姆特街区 瓦格纳佣兵大摇大摆毫无愧疚感 这期间他们还继续透过 Telegram账号宣传战果 只是再多的插旗片都掩盖不了 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暴行 画面中这名钱瓦格纳佣兵 坦承自己曾对手无寸铁的孩童痛下杀手 她自称是受瓦格纳领袖指示射杀 不止乌克兰孩童俄罗斯小孩也实时胆战心惊 先前一名13岁少女玛莎就因为绘制反战图遭送往孤儿院 记得俄国乐团主唱骂声凌连 只是像这样的勇敢发生在俄国等于冒着被捕的危险 去年因批评普清遭当局关押的俄国反对派人士卡拉姆扎 遭莫斯科法院以叛国罪重判25年刑期 开庭当天超过40名外交官在场外声援 痛批俄国判刑根本出于政治动机 包含欧盟也说对判决的结果无法接受 而卡拉姆扎的妻子则说以丈夫为柔 认为这一切到头来只凸显出普清内心的恐惧 由于卡拉姆扎多年前也曾遭下毒 还留下多发性神经病变 妻子担心就算入狱恐怕也撑不了太久 普清近几年积极打压一己 越来越多反对派人士成了接下球 受害者包含画面中这名反对派人士 也是遭重判八年半徒刑 这之前则有遭神经毒攻击的纳瓦尼 俄罗斯之后连外媒都不放过 直接以间谍罪逮捕华尔街日报记者 创下冷战后首例 过去一年俄军狂轰烂炸 也经常波及许多协助居民撤离的善心志工 眼前这名不到30岁的男子 就因此失去双腿 另一名志工同样以轮椅代步 回忆起遭遇一度难过哽咽 尽管无法行走 但他强调不后悔选择到前线协助居民 目前看来乌克兰还在等待反攻时机 美国退降则评估战争今年恐怕很难落幕 表示乌克兰或许有机会收复东部地区部分领土 但想完全说复南部的地区短时间还是有难度 练新闻送口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